经常有人想 玩玉我们就要玩一些公斤料美的东西 地方玉的东西没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 地方玉里边也有我们现代意义的偷闪石 也就是说和田玉 商代晚期以前 一般都是究极取材 从红山绵延九千年的黑龙江小南山 正式发掘的玉期开始 一直到商代晚期 接近五千年的这个时间 大量的玉期产生 并且在商代晚期之前 对这个玉的需求 玉的理智有一个严格要求 所以说在商代晚期之前 会有大量的地方玉流散在民间 或埋在地下 相比商代晚期 一直到民国这接近四千年左右的时间里边 数量要大得多得多 为什么把它定在商呢 因为商法其实坚定的意义上的新疆 和田料的子料 才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原 方式的一个使用 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 我们不能单单的只玩一些 公斤料美的真正的和田玉的老运 有这种思想观念 我们往往会把商晚期以前 接近五千年历史范围内的 好的一些古运 会放弃掉 这是不科学的 所以说既然要玩老运 玩的是一种文化 是一种历史 不是去单纯的玩的一个材质 是一种小商业的玩具 是一种小商业的由于 在这种信息 如果您 mean 这种的玩具 是一种小商业的话 都是责任的